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不知道 到底怎么了 是他们 他们 他们怎么了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说是你出卖了老董 什么 这 谁造这个药 把这么大的罪放在我身上啊 反正 全眷顺 现在都这么传着呢 公子 全眷顺只有你跟我最好 只有你说出来的话 全眷顺才回信 是不是你说的 不是我 不是你 你跟我说 到底谁说的 说呀 杜首帐 我的脾气你知道啊 你要不跟我说 我现在就完全全家撒喊了 谁 八百黑说的 他怎么可能 你吃上烹口了 你吃上烹口了 你就吃上烹口了 你吃在把这种烹口了 这个烹口了 你吃上烹口了 我吃到烹口了 我吃下烹口了 你尿如是你一样 你吃到烹口了 你吃到烹口了 你吃了烹口了 你要吃到烹口了 你吃烹口了 你老闆电话打不进来 打到我那儿去了 我出去打翻给你了 卫先生还没有生气呢 没生气 像要吃人 老大冰啊 你好 你包电话猪包成干饭了 老师啊 我冰友包电话猪 我刚才应该落在这儿侧房 还说没有 我打了八次了 一直占线 一天最少都有个200 打完电话又不吸翻口 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 你少拿客人当挡箭牌 有的 老师你都不怪了200 大陆又没有电话 没用过不懂都不奇怪 回去跟你算账 快找林博来听电话 这里有两个人不 一个是林四泽 一个是林文啊 你找谁先 当然是李水泉了 哦 你说过个人吧 快去就去哦 他去哪里了 嗯 哎 好像是去找我老豆 你老爸加电话多少啊 我都可以有没有电话的 没电话 怎么会没有电话呢 哎呀 老豆一个人在香港 没气没气的 从来也没用啊 那他总有朋友吧 可以的朋友去 没得去什么地方来啊 哪里用电话 打开门叫就行了 你怎么找他呀 我又没有试过找他的哦 如果要找 去他就找到了 他又不会下山的 不对 玛丽 我记得他经常打电话 到咱们宾馆来啊 他 他在哪里打的 嗯 国民友干事一动 是不是就有电话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又萌吗 赶紧把杂货铺电话告诉我 快点 玛丽 等等啦 喂 什么 郑冰啊 我知道 知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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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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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不过呢 郑冰家可不进啊 你隔半个小时 再打电话过来啊 哎哎哎 哎哎 就 就 就这样啊 哎呦 哎 哎 哎 老外 你来得正好啊 什么事啊 赶紧的上去 正冰下 哦 把这林水旗叫过来 去电话 啊 明白了 急事 赶紧的 啊 哎呀 哎 哎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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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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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把你腿 不当面的事给忘了 这么着 你帮我看着电 我去叫他啊 让他去了啊 哎 老正啊 水旗 老正 水旗 我可没说你出卖了劳动 都手上说你说了 卷村的人都这么说 我只说你跟景总人有关系 放你这个屁 我跟景总有关系 我看你才跟景总有关系 你 你是真不清楚 还是在我这犯啥 八百黑 我告诉你 景总的陆长工 是找我问过这件事 我什么也没说 我跟岳将军已经说清楚了 哎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 你不说清楚 我就跟你没完 说清楚 回家问你女儿子 你 你什么意思 你女儿交了景总的人 你还在我这抓算 小梅交了景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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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多人啊 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们这些人 都是莫连莫娘的孩子 今天你叫他爹娘 我们都像这些小子爹娘 那一样的高兴啊 来 来 来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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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万 电话没响过吧 那好的 大伙儿找地方坐好 坐下 小梅交了 来 来 来 小梅交了景总的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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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个电话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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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似的 吧 七轻一 喂 妈 玛丽 喂 人公 台湾有没有来电话 我也好着急的 又占线呢 好 我们不占线 再见 世权 这么回事 玛丽在关心我 小五头 玛丽这哑巴现在这么多事 一会儿这个台湾电话来了 老崔 你守那边 老周 你守这边 你千万别让人进来买东西 我老你不去生意了 不做了 水泉等这通电话等了几十年了 你谁都不能吵到他 守着 守着 赶紧 守卫他 守卫 守卫 守好 人电话 人电话 守卫 喂 林伯 魏老板 林伯 我好像找到你的家人了 你缺人了吗 好像是 所以我想你跟他通个话来证实一下 好 你请他来听 找到了 找到了 喂 喂 你是水泉 我是林水泉 水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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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记住 你 你干嘛也记 你 阿爸先哭 都会有 无胸 我记得 你那个是日本冰的那个刺刀刺的 那你记不记得 我身上也有一个疤 爹 人家里有 生亚人世纯 爹 爹过要赌了 你知道我有个老婆吗 他叫做Judia走地 她是哪里人 山顶坡才从无 对 对 爸爸 阿左 真是你 是哪 你叫阿母来听电话 你已经说死了 你没记得 阿母是遭遇人的英雄 你是没能听他电话的 我要听他的声音 阿左 阿母 你跟你讲电话 阿母 我是水泉 阿母 阿左 你叫你阿母 阿母 阿母 我是水泉 阿母 阿老 阿母 我愛你 這名句真好聽 是啊 是福州那邊的名句 緋台啊 你小點聲 你讓台生知道 孩子要他爸爸來抓我們倆 我爸 他怎麼可能抓你 他常說乾媽是他的夢中情人 你這個台生又來消遣我是不是 真的 我爸常講 像乾媽這麼有氣質的貴婦 全台灣只有兩個 還有一個是誰啊 蔣夫人啊 這個長公 夫人 外頭有客人來訪 他說找洪小姐 找我 爸 你怎麼跑在這裡啊 是不是阿迪出什麼事了 你是不是交了個男朋友 爸 你跑來這裡就問我這個啊 他是不是警總的 你幹嘛問這個啦 我問你他是不是警總的人 是又怎麼樣 小梅 你不能和警總的人來往 你幹嘛管那麼多啊 你過去交男朋友爸從來沒有管過 我也一直希望你早點有個家有個男人照的 但是我告訴你 警總的人不行 為什麼不行啊 就因為他是警總的人啊 那什麼爛理由啊 警總的人就不用娶老婆的嗎 他願意娶誰娶誰娶我女兒都不行 我的事我自己管 你還是不是我的女兒啊 你還是不是我的女兒啊 你是我的女兒 你的事我就要玩 走 我回家去 我不回去 我就想跟他好 你聽我說啊 你要敢跟警總的人好 我就打斷你的腿 走 不走 走 不走 你 我就想跟他好 你 我 我告訴你 我就是打死你 也比你跟警總的人好 給我丟人現眼鏡 幹什麼 你放開我 不是 走 走 幹什麼 你陪什麼打他 我打我女兒關你一批事啊 她是我馬上就關我的事 好小子 原來是你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找你們 別打 我跟你回去 我跟你回去 你跟他我就要不打死你才過 我打 怎麼樣 走 小妹 你不能回去啊 我告訴你 你要再敢跟他好 我離開你 我就跟他好 對不起 你走跟回去 小妹 快 唉唷 唉唷 我好像下手那麼重 真的 唉 你是忘了 你喔 復占畢業 就出來工作 一天天就問工 為了就是要幫助家人 就這樣耽誤了自己的婚數 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好的 你又不同意 你是怎樣 投婚了 我告訴你 她要是不嫁給那警總的 我給她下跪都行 唉 那女兒喜歡就好了 你管那麼多做什麼 喜歡什麼人不行啊 偏偏要喜歡個警總的 老董就死在警總人手裡頭 你很奇怪 她要是嫁給了他們警總的人 我 我將來死了我都不能去天堂見老董 你很奇怪耶 你們老兵的事 怎麼牽扯到年輕人身上 在說人家抬身 又沒做錯什麼事 你懂什麼呀 警總的人沒一個好東西 小聲一點 你說嫁什麼人不好 好好踏的事找一公務員 哪怕就是找他們眷村門口那些 什麼賣菜的呀 做麵的都行 過日子嘛 我都不住 人家抬身是要擺平我們小熊的肅情 你說的那個公務員就是行嗎 有那個能耐嗎 幹別說是那些什麼賣菜的的 麵單的小老闆 小梅 你是為了你弟弟 才跟那個台生來玩嗎 不是 不是真的喜歡台生 我告訴你 就因為你喜歡這個台生 我在這些老兄弟面前都抬不起頭來了 你想嫁給他 除非我死 那我也告訴你 除非我死了 不然我一定嫁給他 蛤 你們兩個做什麼 開口就是屬 小梅 我去台生嗎 嗯 小梅 你找到我們家來了 你找我打呀你 你把他家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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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去找我 我去找洪波波 啊 我跟你沒什麼可說的 這是我的證件 我沒興趣啊 我在華市工作 我是華市節目部公安組的普通職員 小梅對不起 謝謝我欺騙你 他們的警罩呢 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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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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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工作正好 這證件不會是假的吧 那 那當然不會是 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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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諸位 來來來來來來 走看看啊 唉 這是我們小梅的男朋友 叫財生部 在華市工作 來看看他的工作 走 看吧 唉 哎 華市的 看見了沒有 公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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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以後想看我華市的節目就找我啊 啊 啊 什麼張小燕啊 啊 啊 鳳飛飛啊 都可以看啊 看現場可以看現場的 我想還喜歡鳳飛飛 你給我兩張片好嗎 唉 沒問題 我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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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幾張 兩張 你們答應這麼多人 你兩張哪夠啊 我給你要五張 好不好 我答應了 好好好 滬政事務所上面有個大印 那 這是我的名字 林水泉 這些資料 我們早就掌握了 那你早就知道我父母在哪裡了 那為什麼還要欺騙我呢 因為山內根本不准你進入台灣 我是出於同情 才欺騙你的 謝謝你的同情 我是台灣人 我有權利回自己的家 回去看我自己的父母 可是你參加過中共的軍隊 那是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 可是這段經歷你說不清楚啊 怎麼會不清楚 我早就退役了嘛 凡是參加過中共黨軍組織的人 一個也不准入台 主任 你這還世人嗎 早就走我試試 就走我試什麼 大陸災包救濟總會 走那兒得行得通嗎 你好 好救濟總會 好救濟總會 請跟我來 你又有藥事 我在這裡上班 請跟我來 請進 请请 好 谢谢 后来那个 他们就叫我到你们旧总这边来 同志 你看我这个样子 回得去台湾吗 当然没问题 可是我参加过志远军 你一没入团 二没入党 三哪 你还是个台湾人 对啊 我父母亲都是台湾人 坐坐坐 好 谢谢 你的条件比别人好太多了 真的 真的 多少条件不如你的 我都办过去了 请喝茶 好 谢谢 那他们都回台湾去了 都回去了 那 那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很简单 填个表格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们啊 是人道救济机构 填个表格 走走过去 原则上 我们希望每个申请人 都能到台湾去 对对对 林先生 填好了吗 我 我不会填 怎么一个字都没点 怎么一个字都没点 这么多点啊 你早说嘛 我来帮你 就这个 我看不懂 曾遭受过何种破坏 这就是说 你在大陆受过苦吧 我没受过什么苦啊 那你刚被俘虏的时候 都没有吃过苦吗 被俘虏以后 我就踩个解放军了 一路打仗 我没受过什么苦啊 这样啊 那 那后来 反右 文化大革命呢 难道他们都没找过你麻烦吗 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 文革嘛 毛头只想当权派 我是个小老百姓 没人管我 那 那你周围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受到迫害的 听来的也可以 周围的人就不是我自己了 是不是你不重要 只要有遭受到迫害的事实 就行了 程先生 可不可以商量一下 我不要填这个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啊 你是以难民的身份申请 那你没有受到迫害 怎么叫难民呢 我申请这个是要回台湾 去探望我父母亲 我不是什么难民 林先生 我们这里是难民救济总会 只负责帮助难民 如果你不想当难民 那你可以到中华旅行社那里去申请 是中华旅行社叫我到你们舅总这边来的 就是嘛 那边推荐啊 那表示啊 你已经不能循正常管道申请 剩下的管道就是我们这儿 是吗 其实啊 我们这里比他们那里快多了 很多那边办不下来的案子 到了我们这里啊 很快都能办了 好 对嘛 就麻烦您多多帮忙了 好 好 林先生 我知道你很为难 这样吧 这个问题啊 我来帮你填 填好了 你在这儿签个字就行 不 不要 我不当什么难民 这 这就是一个形式嘛 我跟你说 哎 林先生 哎 林先生 林先生 哎 再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不用想办法了 就这样 我看我这儿不地方了 林先生 掌管好 你也会这首曲子 对 跟岳将军学的 好好跟他学学 对 将军会唱很多曲子 我要好好跟将军学唱曲 好好学学他的为人 为人 你看啊 他想出国 我劝他不要去 他呢 就留下来吧 和你呢 你是真不给我面子呀 我哪有啊 嗯 我一直很尊敬您 我很 我很尊敬张军呢 董家强那件事 你就没跟我说实话了 我说实话了张军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嗯 我要说一句假话 您就把我枪毙了 我早该毙你七回八回了 董家强拍了多少照片 逢人就拿出来炫耀 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 我没看见 也许他 拿给别人看了 照片上有你的指纹 嗯 我看了一张 就就一张 董家强回到眷村 你就粘伤他了 不停问他匪屈的事 哪有啊 这是谁在冤枉我啊 长官 您日报星天 您一定要替我洗清这个冤情 能替你洗清冤情的只有你自己 我自己怎么洗清啊 还有谁回我匪屈 我真不知道 你看看 您看看啊 我是真给你机会 你不懂得把握啊 长官 就算是有人回去这么 谁敢出来说呀 你们走得近的几个人 他们会告诉你吧 杜守正说过吧 杜守正他最胆小了 他怎么敢说呀 八百黑点的 他说过吧 我真没听他说过 我给你面子 你是真不给我面子呀 不是 长官 人家没说我要是说了 这不是冤枉人家吧 你看看啊 别人呢 都是请到京总去喝咖啡 对吧 我呢 我是亲自跑到这儿来的 我给足了面子了 是 难道你是还想去京总 嗯 不想 我知道长官 给我面子 嗯 我一定会为长官效劳 那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还不肯说 我就只好请你去京总了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 还有谁回过飞去的 不知道 没听见 再说一遍 不知道 你是我刚才知道 有臭有药的 行 你跟我走啊 长官 也许到了京总坐在冰块上 你就会想起来了 那我 我去给我们老板请个假 不必了 我估计你这差事也干不成了 跟我走 长官 您是谁 什么是谁 个人 找着 大家 去吧 你去吧 早上 似的 已经不得了 手了 您要把我带路了 宽敞扬送去 你 перевjar 说出来他不就成第二个董家家了吗 他不也得嫁祸人亡吗 你怕他嫁祸人亡 你就不怕你们嫁祸人亡 你就不怕你们家小熊有个三长两团 三长团 他是个逃兵 要是交给军方处置 薪水还不容易 要是落在我们手里 我就得敲逼 有你叫 邱沈欣 他许我 是你们见孙的啊 是 你相提好 十八下散好了 干妈呀笑什么啊 我都急死了 暴通景总 亏你小的出来 你这叫什么招啊 这年头 景总不是比较威风吗 所以你就冒通景总 让小梅喜欢上你是吧 这要全砸了 小梅说我欺骗他 不跟我好了 干妈呀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要是早来请教我 我就会告诉你 你这招啊 对付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孩子 行 你对付小梅 那是踢到铁板咯 干妈 我知道错了 你得救救我啊 怎么 你把我当成救生员了 不是救生员 是救苦救那的观世音菩萨啊 那你是答应我咯 干妈 那你说有什么法子啊 你告诉我吗 干妈 你别卖关子一直笑嘛 就要我填那个什么单子啊 真是莫名其妙 施萱啊 不就一份表格吗 填就填呗 一份表格 你说得容易 哎 你们要是签了 就承认自己是难民 难民 难民怎么样 难民又不丢脸 难民不丢脸 可国家丢脸啊 你说啥 跪甲 那个跪甲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关不了那么多 只求能够见到自己父母 可你们也得替水旋想想啊 他是志愿军 战斗英雄 复原之后 政府人给安排了招待所的所长 没亏待他 你现在让他当个政治难民 反过来控诉共产党 他心里过得去吗 老汤啊 你说那些都是政治 人家旧总就是要把他当政治难民 我们这些人哪有资格跟人家谈政治啊 你去跟人家谈政治啊 你去跟人家谈政治啊 我跟你们说 我们到了这把年纪啊 是棉花店失火 啥也蹦摊了 就只能谈自己 我倒霉啊 我父母都不在了 我想今天孝道都不行了 那水圈他不一样啊 他父母都健在啊 他眼前啊 就只有一个任务 就赶紧回去看父母 党跟难民有啥关系啊 这调经理上所有的人 不统统都是香港政府 一难民的省份手留的 我都不丢脸 不能进校那都丢脸哪 夫人 那个谭生没有来吧 没来啊 怎么了 要是他在这里 我就不能为夫人服务了 吵架了 他骗人 他一生平时挺老实的 到底怎么回事 他骗我说是警总的人 真是太不诚实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诚不诚实这可是大事耶 是是 不过他骗你啊 说明他喜欢你啊 骗我算是真心喜欢我吗 这年头啊 景总是最威风的 男孩子嘛 想在心上人面前威风一下 这牛就这么吹出去了呗 我又不是没交过男朋友 他是第一个欺骗我的耶 回头我好好说他 夫人你好好说说他嘛 嗯 怎么可以这样子欺骗我呢 亏我还这么相信他啊 其实在电视台做事也挺牛的 你干嘛垂石井总呢 放心吧 夫人啊 会帮你说服小梅小姐的 嗯 吵吧 我闻到有口烧烧的气味 你要不去看一下 哎呀 老大 我查过了 嗯 举光新春没有一个叫邱顺新的 嗯 没错 没错 十八项三号的住户姓周 老大 会不会是红根生祭初啊 同一个卷孙的不可能祭初 哎 是怎么回事呢 哼 红根生 你耍我 老大 我去把他抓过来 嗯 嗯 那架子很大 我要亲自去清门 一边 我去把他抓过来 对 没有 我去把他抓过来 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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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洪根生叫你来的 他随便编了个名字应付你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这个老兵 还懂兵法了 你们警总欺负一个老兵 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只是问他一下眷村的情况 他太紧张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他太敏感了 少来这一套 我今天向你发最后通牒 又不是外交部发什么最后通牒 不要再找洪根生 哪怕你只是为了了解情况 如果你再找他 可思 是不是就杀了我了 我不是警总 没那个权利 但我会和你绝交 老远 你听我说 杉公呀 在这个事上你已经没有几个朋友 要不再没了我这个朋友 你会扣过我一辈子 你会扣过我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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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尽管 尽管 你还回不去台湾了 要不要给阿公打个电话 不要不要 我老板要知道了 他不气死才怪 我想要是阿公知道 您因为什么原因而回不了台湾 他一定会理解您 是啊 是没错 那就打个电话 我给你打 你 你这样要我说什么 您好 今天稍等啊 林伯 通了 喂 阿爸 你这里是大楼管理处吗 我要找一位管理员 雷火在 他 怎么 那 那现在 你 你说哪里 好 谢谢 谢谢 林伯 怎么了 我 我 我老爸生病了 他现在住在万华医院 打开医院去啊 嗯 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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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好 嗯 好 嗯 好 就这些了 包括长官 自从董家强死后啊 大家都不敢乱说乱动 老兵们之间也不太信任了 回家的事呢 根本没有人听 但是还是有人不断地回去啊 这个我真不知道 好 你是把我当傻子耍是吧 长官 您就是给我八个摊 我也不敢 你最近根本就没去眷村 不 我是没回眷村 嗯 可是呢 这事您知道 我不住眷村 嗯 我要老去眷村 又没什么事 别人会怀疑的 那住在眷村外边的老兵呢 你也没去走动走动 我得干活赚钱 我不能老穿门子 嗯 是 是 你得出车 你得挣钱和 是吧 但你是为了跟足你女儿 啊